大家好,我是星虹 现在是4点11分,刚刚下班 上超市买了点菜 结果呢,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 孩子今天4点半放学 大城市太忙了走不开 所以我把这些东西放家里 赶紧出发,洗我的电瓶车去接孩子放学 供暖的是不一样,一进屋里面可热了 从店里拿回来的油卖菜 生菜 买了一条鱿鱼 还有大虾 这个准备生鸡蛋糕 这个饮料给我姑娘拿的 先放着,给我回来在手上 来吧,朋友们 给你们看看今天走了多少步 26,076步 这个月的新高 我平时的时候都是骑电瓶车上店里边 今天走的实在是太多了 好像得有10公里吧 出发咯 幸亏今天我回来得早 不然这孩子可惨了 尤其在学校等警察人见 出发 16.26到达目的地 这回我可得带前面站着 不然个儿太爱我姑娘总看不着我 今天出息了啊 我在前面不能看见我了 第一批出来就接着了 这孩子今天早没穿马甲 把我的给他吧 朋友们哪把我冻成狗了 老了你了 又想吃面条了 我先给你蒸鸡蛋糕呢 搁大虾的 行 吃蛋饭吧 嗯 晚上我老家蹭牛肉糖 你还能老去蹭了 你老今天下班晚 好吧 你这才几点呢 到那儿就接到孩子了 今天晚上能开饭早啊 换上围巡进厨房做晚饭 其实我觉得呀 孩子放学晚点挺好的 我已经习惯了 人家回来这么早 挺不习惯的 这么早就进厨房了 早晨走得太急了吧 还没抓呢 先把大虾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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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五公鸡蛋 回来了 晚上出去干饭 你没啥早不跟我说呀 刚通知 临时来的局 哎呦我去 那时候蒸鸡蛋糕整了五个鸡蛋 晚上我没脑子吃 这就走了 吃啥去 这点就是 羊串 本来是皮鲁菜的 后来天天 羊很丑 谁请客啊 哥 那拉倒 要你请客就看他打包点 哈哈哈 你这我吃完了 他给你打包点 不用了 这都做饭了 那不一样夜宵 你不用 我回都挺晚的 你要不要啊 夜宵 要 要鸡翅 记住啊 还是他妈呢 还是他妈不吃了 走了 亲爱的 拜拜 拜拜 第一道菜切的香肠 鸡蛋糕差不多定型的放上虾盐 这个夏日我没盐 正常的话 放一些胡椒粉的料酒 腌一下 去腥 但是我每次都这么做 还行 没觉得很腥 再慢一会儿 第二道菜 生菜蘸酱 饭好了 现在我不能盘鸡 一碗凉一下 来一点生抽 来点香油 简简单单三道菜开饭 他代替我爸爸 去洗手去 好 终于开饭了 是不是饿了的 你饿了吗 烫啊慢点的 烫 慢点吃啊 吃完饭洗洗头啊 然后就复习功课啊 朋友们别好奇啊 这道菜是我的 沾点辣椒酱 我的碗饭 第二碗饭了 饭后孩子开始学习了 厨房我已经收拾干净了 洗衣机里面洗点衣服 接下来我就当耗子了 屋里面那是猫 我笑点声 别等多年大晚上学习 是不是特意赶紧喝完回来了 最终我们娘俩的夜宵来了 这算是夜宵 在机店 抱吧姑娘 快睡吧 哈哈哈哈 麻烧串 那个烧烤串 鸡爪子 鸡翅 鸡翅 那个是油边和赏 麻烧串 牙口真不错 今天我接她的时候 她就看有串的 就是说想吃串 我哪天带她去吃 我哪天 就是你 吃完了啊 不惦记了 什么事 那我看了 就不想吃 我看了 我看了